2018年2月22号 谢丁峰带着自己的好友荣祖儿 参观自己的泳池 并且看自己的宠物 原来谢丁峰养了一只小海龟 谢丁峰特别喜欢这只小海龟 他认为这只小海龟有灵性 并且能够听懂自己说话 谢丁峰称这只小海龟为安安 就是女儿的意思 并且还表示 每次叫他安安的时候 他都会有反应 并且谢丁峰还现场模仿 可见他对这只小海龟十分的喜爱 不过对此很多网友就表示 这是叫女儿的意思吗 称小海龟为女儿 这大概就是想要一下女儿 过一下女儿的眼吧 网友也是直言 王妃是不是很大压力呢 不过对此张不知最评价道 说谢丁峰对别人的孩子 父爱泛滥 这是夸奖还是讽刺呢 张不知这句话评价 果然是话里有话呀 大概就是想说 讽刺这个谢丁峰 不常看自己的儿子 反倒对别人的孩子很有爱吧 不知道王妃是否 为谢丁峰会拼三胎呢 对此你怎么看呢